家在城市 却无家可归 所以我们要在这座城市 为它找唯一的家 从2007年开始至今 全马唯一 让华月来当家的电台节目 即安要证明 华月也可以当家 IFM 华月新当家 华月 华月新当家这个节目 在2007年1月8号起播 算是我第二个最长命的节目 基本上我的节目都很长命 从安全搞古地带 到香音考古 到有人漫游 到即兴噪音 一直到华月新当家 今天是以 IFM广播人的身份 也是最后一天 以这个身份出现在空中了 我非常珍惜今天的到来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了 这个节目当初第一期的 其中一个嘉宾 也是我这个节目 形影不离的嘉宾 也跟我一起形影不离 从直播室走到山上 到粉墓去 到河边 总之什么地方都去过了 我们有国际周期家 于佳和 你好 你好 就是要趁着这个机会 最后一次联名带姓叫我 对吗 对 好 今天感觉如何 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对 然后你的 广播人的生涯 也是最后一晚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蛮惊讶 也觉得蛮可惜 但是 一切的事物都有开始跟结束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你无法是一个想长期的做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十年或者十二年 这个是一个交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满的结束 一个对你一个交代 然后你可能是下一个的任务 也开始吧 以一个广播人来说 能够把一个节目 从十年再营运到十二年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 有时候很多的 甜酸苦辣 我今天 我为什么刚才播那首歌忐忑 今天心情有忐忑 可是不是不安 是忐忑 是因为你特别珍惜 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我今天只有不到三个小时 只要过了十二点零一分 我走出这一间直播室 我就不再是IFM的DJ 你知道这种心情是很难调整的 你懂吗 我今天一直在想要 待会十二点走出直播室之后的 那个心情才是最忐忑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是不再是一个广播人了 可是我觉得这也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在某一个阶段 都会有某一个阶段的功课 我一直都把在电台的十二年 当成是我人生 其中一个段落的功课 我觉得我完成了 仿佛是完成了十二年的功课 那我觉得我毕业 也不算是完全毕业 只不过在这个段落 我完成了这一方面的工作 完成了这一方面的心得报告 我要往下一个旅程开始 所以今天 这个节目有点特殊了 我觉得今天请你过来 我们聊聊一下 做这个节目十年来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因为 在广播电台要去打造一个华月节目 并不容易 我当初其实有一个遐想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过了一年两年 其他的电台会出现华月节目 结果我等了十二年 对 我等了十二年 我等了十二年还是觉得很寂寞 我心里面是特别有一种 期盼 因为当你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你多么希望别人也会做 那别人也会做 你会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你终于找到一个 我们可以互相竞争 互相学习 互相切磋的一个对象 打个比方 你是练武的 你也希望你在江湖上面 去跟人家比武斗意的时候 你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跟你同样 同样喜欢武术的 同样喜欢比武的人 当然我们不是所谓去打架 而是我们去从中 在比武的过程去学习 我们知道我不足的地方 对 这个是同行的良性竞争 我在做广播的过程 我是 很难免的说一句话 我是 你们来我就很开心 所以我经常为什么 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 会觉得 这个空间里面 我在听着我播的音乐 不知道在外头 在收音机旁 有多少人 真的是很用心 竖起耳朵在聆听 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找到了这些专辑 我找到了这些音乐 甚至是千辛万苦 从某一个地方 考古回来 或考贝回来之后 自己很开心 可是不知道 到底在聆听的人 是否跟我一样 有同样的心情 有时候我会觉得 好像自己在自爽 对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来比喻 就是吃榴莲 是喜好榴莲的人 喜好的不对了 讨厌厌 榴莲味道的人 真的是 不敢领旧这样的味道 你干嘛要用榴莲来比喻 我是一个不吃榴莲的人 对没错 我知道 就是你的节目就是 又马就是很喜欢的听众 又马就是不喜欢的听众 无中与中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者的可能是比较少数 今天我想想 今天要不要 因为之前两天 有一些朋友就问 因为我的节目很少 公开给大家播电话进来 跟我聊天 或者是跟我们分享 你听过12年的节目 也好了 如果你愿意播电话进来 我们也愿意接 就是03-2825-725 或者是03-2282-4793 当这是可以跟我跟佳和这两个怪咖 可以聊聊天 我们今天的直播是 我把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带过来 就顶在我的头上 稍后大家在节目中 除了聊天之外 也会听到我们会现场唱一首歌 这首歌很重要 因为我们唱过无数遍 我们从不同的地方 唱到了不同的场域 基本上这首歌 是我跟佳和合作的 再加上另外一位 他今天也会出现 来自马来西亚 目前在纽约的小提琴家 这时候我想 我们先聊聊 在这么多年来 其实你有没有渴望过 做华乐 它会变成一种 主流线上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你身为一个华乐工作者 主流是不敢说 但是 我是喜欢是 华乐的 也不是一种少数的 一种族群来欣赏的 而且华乐的音乐 大部分还有人偏见 偏见就是说 这是老人家的音乐 老人家的音乐 或者是一些 就是很传统的民族音乐 就是某某族群的 比方是华人的传统音乐 其实华乐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像西亚那样 就是广泛的流传在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文化 大家都可以普遍接受的一个乐中 所以它我觉得似乎有世界性的意义在那边 我觉得我们这个话题 基本上这十多年来 我们在节目有时候 不同的主题都会聊到 要如何去开发大家对音乐的鉴赏 大家如何能够去接受它 所以可想而知 文化推广的工作 十年如一日 有时候我们觉得 那不是艰辛 那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遇到不同的环境 我们自己有时候会气馁 但是我们不能够放弃 对 那个有一种一股洒劲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 华乐新当家来到最后一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能 通过脸书 现在网络世界 我今天也上载了一段 今天在直播室拍的一个视频 很多人要求 今天能不能够有一个live视频 做了这件事情 拍了大概八分钟 而且在当中也唱了一首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脸书去点击一下 那好 还有 我觉得今天我们转换一个脚步 你觉得我做这个节目 这么多年来 你最想要问我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 就是怀有信当家 我觉得是 你有这样的一个推动力 来维持这样的一个节目 而且面对很多的压力 跟问题 到底为了什么 OK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其实 都是从自己先开始的 最初是因为自己 最后是为了别人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重要 为什么呢 为了你先有自己最初的自己 那慢慢的你才觉得 不只是自己 也有别人 你要听故事 这故事 这故事之前我说过 我当年小时候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学华乐 因为我家是家境特别算是贫困的 我梦想是加入华乐团 我在form one那一年 我想加入华乐团 可是因为家人不给 我就偷偷的就选了一个一种乐器 当然这种乐器也是老师所逼的 因为毕竟他说男生就学笛子 我其实很想学琵琶 那当时选笛子 其中一个原因除了是老师 逼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笛子比较便宜 也比较容易携带 那当时我的阿嬷 我的外婆就瞒着我们全家人 就给我八十多块 就买了一只笛子 那笛子我每次带回来都是可以拆开的 然后放在书包里面 不给家人知道 那有一回 大概学了一年多之后 有一次我家人都到外头去了 我又以为他们可能去一个远的地方 没有回来 短期里面不回来 可能一天两天不回来 那结果就很开心 就拿了笛子 拿出来吹 结果就吹吹吹吹 觉得要进冲凉房去吹 因为那个回音很好听 结果吹了不久 我家人突然间回来了 一怒之下就知道 原来我瞒着全家人去学笛子 因为我家人是不允许孩子学音乐的 很奇怪 对 但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原生态的家庭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的弟子就被折断了 那从此我就没有办法再接触华乐 后来就发觉 电台也就是当时的第五台 有一个节目叫做私主音乐 晚上十点 那么晚上十点 我们家人全家都入睡了 都要关灯睡觉 我怎么听节目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到客厅的收音机 然后就把自己的头盖在那个收音机 刚好有遮着一条那个绒布 黑色的绒布 我把耳朵贴近音箱 每一天晚上 就是每一天晚上十点 就是听节目 可是这样听也不是办法 有时候偶尔母亲 就可能半夜 可能出来 不小心被大家遇到就不好 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把卡带 我爸爸很多的卡带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卡带 就是只要你在两边 粘了胶纸 或者塞了东西 你就可以录音了 对 我当时就做了这件事情 每一天晚上十点 准时的跑出来 把卡带塞进收音机 盖了黑色的布 然后就录音 录了之后 第二天就取出来 然后就在放水之后 就可以大大声的播 那就骗家人说 这是电台 现在在播着华乐 我可以明正眼 顺着在听电台 我还是不满足 我觉得我还继续要把更多 人家认为冷门的文化艺术的节目 带到电台来 我觉得我能够做 我有办法胜任 后来就做成了这个华乐节目之后 经常有人问我 你在做华乐 新当家的过程 你每一次开播的时候 都应该会有一些遐想 或者是有一些幻想 我只有一个幻想 我每一次开播的时候 我看着这一支麦克风 我对着它说话 我仿佛在想象着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某一个角落 有一个像我当年一样 家人不允许他学华乐 每一天晚上 偷偷的把耳朵贴在收音机旁 听音乐 渴望能够得到华乐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每一天把耳朵贴在那边的话 我的出现 其实也满足了 他小小心灵的渴望跟遗憾 后来我发觉到 真的有 但是不是小孩子 有老人家 所以这几个星期来 我刚好决定要离职之后 我都会去拜访一些老人家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晚上听我的节目 甚至是一些孤独的老人 只有一架收音机 就喜欢听华乐 喜欢我说一些相应的东西 所以我就发觉到 真的 渴望的耳朵 我们不理它多还是少 他们都很重要 对 我们做广播 我们往往就忽略了这些人 我们往往都觉得 小众是不重要的 大众才是重要的 作为一个广播 凭着良心 做着良知的节目 你就应该要服务大众 所以我当时觉得 最初做华乐 是因为自己喜欢华乐 那后来才发觉到 原来有很多个像我 这个自己 都渴望着能够听到 不一样的节目 所以从华乐到象音 到爵士乐 到电影 到不同的一些 我们说冷门的类型的东西 我都包揽在我身上了 我觉得我仿佛 我觉得如果这些兴趣 这些音乐 这些嗜好 或者是这些文化 它真的像人一样的话 它是被社会边缘的 它是没有被人重视的 就好像是少数民族一样 听华乐人是少数民族 所以你想看 如果我们觉得在社会 要为少数民族 或者是边缘的 社会的人物 人事给发声的话 那难道我们不应该 在电台为这些喜欢 很深邃 很冷门 却是很深刻厚度的 这些文化的人 来为他们打造一个小空间吗 所以我觉得一路以来 我就用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来做节目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发觉到 我是为边缘的文化 喜欢边缘的文化的人 能够至少有一个家 他们每一个星期 这一两个小时回到家 大家一起来谈华乐 听华乐 聊华乐 所以我觉得这12年来 真的是没有任何遗憾 我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12年的功课 我已经做足了 我已经算是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那我觉得我今天12点之后 我是会带着微笑 走出这一个直播室 对 我觉得外面有一个更大的直播室 对 IFM让我做这个节目 做这么无数的节目 他们也承担很多的压力 坦白说 经常你知道 当初很多的听众在骂 我当初还没有在 有没有Facebook的时代的时候 有SMS 排山倒海的天天有人在Facebook 不是 就是用手机传短信机来骂 骂到有时候我都麻木了 可是因为你还是要去面对 毕竟这些都是听众 我想我应该 如果有一个所谓的 大马纪录大权的话 我应该可以获选 我有资格获选 全马来西亚最多人骂的广播人 我当之无愧 我当之无愧 我觉得在另外一方面 可以说是一个赞美 我当之无愧 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被骂是有时候是一种幸福 至少不喜欢你的人 他也知道你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转换一个RQ的精神 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本来就是这样 当你不选择走大众的路线 当你选择一条 人家不会选择的那一条 人生的历练的话 你总会面对未知 很多的未知 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怎样 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想 就是当初不接受你的 华月或者是 节目的一种性质的人 甚至是排斥 或者是参与 就是谩骂 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也有一些 少部分这些的一群人 开始介绍了你的文化 就是你的 你的华月的一些性质 或者是你 想要考古各个方面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众 肯定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 有一些人可能是 不感兴趣 你所谓的另类文化 但是到最后是介绍 我希望我今天做完节目之后 我多么希望 其实今天蛮有趣的 我今天接到一个短信 他其实是友台的一个广播人 那么是一个新进的广播人 他跟我说 他是听我的节目长大的 听华月 听响音 我怎么老吗 的确中学时代 然后其实我也见过他 他在有一段时间 就是跟着我去走响音 采集的一些东西 后来他当成 当了友台的DG 我就很直接老当 我说你赶快来承接我这个位置 希望你可以让我的这种节目的心智 到其他电台开花结果 他说我尽量吧 所以我觉得怎么可怕吗 其实文化的节目 难道我们社会是不需要文化 我们社会是不需要艺术的 我希望我今天走了指导门 谁要继续把门的旁边的窗给打开 我希望有人来做 总不能够等待一个人 我们社会有时候很奇怪 就是觉得一个人做就好了 就让那个人做 其他人就等在坐在旁边 可能等其他人在做 那就把所有的任务交给这个人 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承担社会的责任 应该不是一个人来做的 而是每一个人 哪怕你说你工作忙 哪怕你本身有真正的一个职业在身 可是你可以用你业余的时间 做一些人文的关怀 文化的推广 甚至是艺术的支援 这方面都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再等待 别人去做 而是我们觉得 我们看到 我们见到 我们有感触 我们应该要动手去帮忙做 每一个力量连接在一起 那我们的整个社会 方方面面文化艺术 就很快就会开花结果 还有一点就是 这么多年来 12年来 因为我访问就像你们 做音乐的 做华乐的 甚至做剧场的 做电影的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马来西亚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艺术家 我都几乎都 该访的都访问了 有时候我听这些艺术家 文化工作者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每次节目一做完 我都会心里面一直在盘旋 这些朋友 他们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埋怨 或者是觉得 怎么我们那么的犯贱 就是这么辛苦还是要做 可是我觉得往往听到 这么多的一些人的 一些心里面的声音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希望 让他们更多人上来这里 继续的发声 继续把他们心声给说出来 可是我好像这里 变成一个垃圾场一样 就接受不同人的一些埋怨 可是我觉得往往 我觉得我就变成了一个 我在学习这些人 他们的长处 抛下一些短处 后来才发觉到 我应该做更多 就亲自的走到民间去做 所以大家可能往往会觉得 怎么一个广播人会这样 就是你也知道 经常有人问 我好像跟你走在街头 或者是到老街做表演的时候 大家往往觉得 那个是广播人吗 那个是张吉安吗 怎么不像的 那个是瑜伽盒吗 就是经常上华月新当家的 那个作曲家 怎么两个人好像 垫楼一样 垫楼 就是做这一些很有趣 或者是好听叫有趣 好像有点 感觉上有点奇怪 有点特殊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去做 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引起 大家去拍照或者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大家也来关注 艺术工作者 他不仅仅是 在殿堂的艺术工作者 重要 有很多民间非常棒的 艺术工作者 他们都在默默的耕耘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 对 带动这方面 我觉得社会 他们目光 比较着重于主流文化 但是往往复略了一些 支流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工作者 所以主流跟支流 他们的方向 可能有一些不同 但是到头来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 所以我觉得 你的节目 有好多个节目 都所谓的是 另类支流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 对听众 或者是接触 你电台节目的人 他无非是 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去 不是多远的吗 所以我们往往 有时候会 会忘了 说了另外一番话 却忘了自己 却忽略了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多元 应该让自己更多元 因为接纳多元 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 跟视角 才能够进步 我们先让我们两个人 先透一口气 稍后我们继续 在华语新当家 我们侃侃而谈 今天敞开胸怀 那如果你想拨电话 刚才我们谈了很久 其实有电话进来 我都没有办法接 那你想跟我们聊天 想谈一谈 你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些感受的话 不妨拨个电话 我们可以私底下聊 当然也可以公开的聊 03-282-572 或者是03-282-4793 从2007年开始至今 全马唯一 让华语来当家的电台节目 吉安要证明 华语也可以当家 I FM 华语新当家 哎呀哎 哎必来乞乞 乞乞叫国家 吉长大一岁以后 还是叫吉安 阿妈一段摇篮曲 阿公一句思想起 上一代的集体记忆 下一代的文化遗产 以前為什麼會譯Opera 是因為一些譯音譯給外國人看的應付 為什麼現在點心譯回點心 功夫譯回功夫 為什麼呢 我說日本為什麼不懂 為什麼歌舞技 Kabuki 為什麼不知道日本是Opera 如果你說用廣東話翻譯 戲曲我都贊成 向音巧鼓思想起 我是做了59年大戲的阮兆輝 探尋 發掘 採集 星期四晚上九點 向音考鼓思想起 阿嬤 我那個打個示範 來打個示範 歐啊歐 歐比來起乞 起乞叫骨鯨 雞長大一歲以後 還是叫 吉安 阿嬤一段搖籃曲 阿公一句思想起 上一代的集體記憶 下一代的文化遺產 我這個太多國民 我喜歡學家話 我喜歡學家話 因為學家話很好的 探尋 發掘 採集 星期四晚上九點 IFM 向音考鼓思想起 我是來自日本的大道國民 我和泰東國民 從日本來的 安智誓 向音考鼓思想起 阿嬤 我那個打個示範 來打個示範 今天說要接聽電話 我會特別忙 因為真的 有一些朋友說我特別的無情 因為平時都忙著做節目 好像我這十二年來 從來沒有做過 call-in的節目 因為我覺得時間太珍貴了 所以往往都把 聽眾的一些來電給忽略了 好 今天我們輕鬆一點 今天我們就是 能夠跟不同的朋友聊聊 那這時候線上有這位朋友 喂 IFM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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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一位啊 你好 你是哪一位啊 你好 我剛才跟你講話的 對哪一位 喂 聽到嗎 你好 你聽到我說話嗎 你好 你是我跟你講話 對對對 我跟你講話 對對對 來 我現在跟你講話 眼淚都一行 就怎麼做啊 眼淚 真的很辛苦 其實你還會上這個 是電台不要還是 不喜歡這個節目 還是你本人有不喜歡 這是我個人的離去 跟電台無關 這是因為12年了嘛 當然我也不想 電台承擔太多的壓力 所以我選擇離開 對 選擇離開 因為老人家士氣很多 年輕人都不知道 老人家真的 要去聽這些節目 不是容易找到 剛才你跟我分享 就是你媽媽 是聽了這個節目 聽了很多年 你媽媽剛剛離世 對 我的朋友一個 也是剛剛離世 他們也是這樣 那麼人家 我們還跟他開玩笑 到時我們燒那個收音器 給你聽 他們好像每個晚上 有時候好像你的幾天 他們都是坐在旁邊 等著節目 等著節目 很喜歡聽 因為有些復古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幻想 他們喜歡 那你媽媽 我有見過你媽媽嗎? 沒有 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 我們都 就是電台聽到 他們有一次去冰城 我們去找你 他們又不想在哪裡 找不到 要去跟你買書 問那些人 他說不知道 我說蛤? 你們坐在那裡 還不知道 我們也不能拿 我非常非常愧疚 沒有機會見到你的媽媽 你媽媽應該是 一雙非常細心的耳朵 對吧? 他們很喜歡 因為有些老的 像你講那些 什麼 好玩樂 有一些是 好像 你們講的 什麼 那拉利塔等風那些 都是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很喜歡 哇 還有這些東西存在 好 好 真的很好 我們有機會見面 你來聽說 我一定會去見你的 是 是 你在哪裡讀書 你來聽說 我一定會去見你的 你去哪裡讀書 你去哪裡讀書 好 好 真的很好 是 我們有機會見面 你來聽說 我一定會去見你的 是是 你在去哪裡讀書 我們私底下說吧 好嗎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 怎麼說 我們很 我知道你們都很不捨得 我現在都眼睛都紅紅了 很辛苦 是是是 我們一定還會見面的 我們一定還會見面的 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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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會想念你的媽媽 好嗎 好 謝謝你 一切順利 是大家也 好 我覺得我今天不能夠再接電話了 我覺得今天太多 又來了 對 因為剛才有特別提到 就是有時候 我們 我們有時候做音樂的節目 有時候也忽略了那些喜歡的人 因為這些喜歡的人 可能有時候我們發覺到我們忽略他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很少像一般上可能可以上臉書啊 對 因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他們不能夠上臉書 有一些聽眾可能他們很少會在臉書那邊留言啊按讚啊之類啦或者是 可是並不代表他們不存在 對 在九路裡面啊就好多人在聽你的節目 這就是我也是很常聽到身邊的朋友說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那些默默他們在渴望聆聽的人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去重視這些人的聲音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常常說某一個地方是文化沙漠啦或者是藝術沙漠啊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為什麼常常會把沙漠這一回事掛在嘴邊 而不是想盡辦法讓我們變成一個文化綠洲去提升文化藝術的內涵和涵揚 我覺得廣播就是很重要 廣播不是那種光是流行娛樂 說笑或者說有的沒的 我們也可以非常嚴肅的 往往人家說你做節目好嚴肅 我說其實不是嚴肅 我做節目是很認真很慎重 難道不可以嗎 所以我覺得當你是少數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很多的質疑 可是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天是成功了 我覺得我們是廣播的勝利者 我覺得轉一個念頭吧 我覺得我們勝利了 你知不覺嗎 它的意義當然是很重要 我覺得是這12年來你的堅持 還有你的就是一路來的付出 當然是你的回報可能不是金錢物資上 而剛才那位女士打來 這個是一個無價的回報 這個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這樣的一個造業 所以從這方面來看真的是成功了 你可以被人家聽的東西 好我們下個小時將會繼續的在空中 我們下個小時將會動態一點點 怎麼說我們會唱歌 今天瑜伽和帶了他動宵過來 我下個小時將會現場為大家演繹我們兩個人一起合作的這首作片 是一首潮州的 是contemporary或者是所謂的新類型的潮腔藝術 叫做三十麥拜天地 剛好今天也是三十麥 今天是6月30號 拜天地在潮州人的文化非常重要 所以稍後在下個小時的華月新當家 我跟佳和一起跟大家來過完我們最後的華月新當家 佳月鎮知道 我是在諷人的活動 聲明… 不可憐 呃… 台阶 长风几万里 追独于梦广 寒霞白 爱荡荒 不归情还望 不来逞战的雨 不见有人怕 苏不可望便宜 思维多枯叶 不如荡枝叶 难心灰衣水 不如荡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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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他 家在城市 却无家可归 所以我们要在这座城市 为他找唯一的家 从2007年开始至今 全马唯一让华月来当家的 电台节目 即安要证明华月也可以当家 IFM 华月新当家 华月新当家 我觉得今天做节目 跟往常有点不一样 我说今天做节目 特别的慎重 也特别的忐忑 当然不是不安 是觉得特别珍惜最后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那今天在节目中特别请来了 节目的第一期的嘉宾 也是最后一期的嘉宾 也是跟我形影不离 陪伴华月新当家很多年的 作曲家 瑜伽和 你好 你好 是是 我刚才一说我要接电话 电话真的很多 我不要辜负一些很特殊的朋友 这时候线上有这位朋友 喂你好 喂你好 听到吗 喂 听到吗 喂 喂 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听到听到 你是哪一位 我是Joanne 来自古静 好 大捞月古静 争取时间 来我们大概有三分钟到四分钟 你今天拨电话来是 表达心声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是从18岁 我就开始有听你的这一个节目 从小就听我的节目了 18岁 这样子 但是18岁 因为我一开始会先听 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让人很舒服 而且很沉稳 谢谢 所以过后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到你所分享的整个的内容 像这个华月 还有这个嘉宾考古等等 我都觉得 就是我们年轻人 现在在我们的社区 就是我们的社区 就是我们的Facebook等等 我们都不接触到的一块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你在这些年来 就是分享在这些华人的这些文化的 我其实很少接电话 我其实也不 我觉得我有点惭愧 是12年来 我都没有时间好好去认识我的听众 因为我没有时间 因为都忙着做节目 因为我真的很 我应该是 你听了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节目有接电话嘛 对不对 对就是从来没有 所以这一次我竟然可以打电话给你的话 可以跟你讲话 我觉得我很兴奋 是我觉得非常感谢你 真的 我其实怎么说 听你们这么一说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陪伴 无形间 让我今天感受到 我们做 我们在节目里面都做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有像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安地 也是一个 一个阿姨 像你23岁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好像还有年轻吗 所以年轻人也需要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对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 对 所以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知道 年轻人也可以接受很有文化 艺术涵养的东西 对 你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 对 是 谢谢你们 真的 真的 我谢谢你 真的 真的 我觉得这个环节 我觉得 这些年来 就是这样子的陪伴啊 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 真的 因为 我们 年轻人我们对可能文化不是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文化比较闷 但是你却 你却在整个节目里面 你带 就是这样子的呈现和整个的分享 我觉得这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 这是一个部分 就是 对 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对 听到今天你要离开真的很难过 我们会在另外一个领域见到的 我刚才有跟你说 你是来自古静吗 对对对 我在空中做一个预告 我8月16号会出现在古静 会有一场公开的一个演讲吧 到时候可能要留意我的脸书或者是 所以我其实大家可能我借着你的这一通电话告诉大家 虽然我接下来应该不会做广播了 可是我还是会做跟文化接轨的一些事情 无论是相应也好 还是会在做这一方面的 然后 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借着你这一通电话 我希望我今年有一个心愿 就是能够把我12年来采集的相应变成一个研究的论文报告 好 是是是 谢谢 谢谢你 Joyne 我们 谢谢你 在8月16号古静见 好好好 我会记住你的名字 好 从18岁听到23岁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后会有期 好 后会有期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佳和还要听电话吗 好 我听电话有点过瘾了 喂 IFM你好 你好 我是庄维化 从拉瓦 是是你好 是是你好 是北方啊 嗯嗯 我今年70岁了 6年前我就是忙下了 哦 这是你失明了 嗯 刚才我早上 进到我的朋友在领忙 我在领忙 现在拜访 我的朋友 沈先生说 你说几岸没有要做 我的心 我的心 我跟Mr.Sim讲 嗯 我一听 他也跟我讲 那个苦 苦针啊 跟那个 困曲啊 嗯 我每次 哎呦 原来这个几岸 每个角落中国 每个新加坡 他都窜 嗯 后来就 我跟Mr.Sim讲 上前几个礼拜 可惜几个几岸 他可以做 part time 见识 什么 你一帮我想好了 因为没有人 接你一下 我几十年前 就是很喜欢那种 嗯 我的老酒装 是 所以后来 我跟Mr.Sim 上个礼拜讲 嗯 啊 太贵了 我是用OK油的 嗯 他忙了的 后来我说 我可惜 我希望 啊 这个张几岸 嗯 可以去留学 或者说 去拿一个比较好的工 啊 他 他有才干的 他有 他有 Helen啊 嗯 没有人 啊 at the same time 一个月 可能一次去 iPhone那边 嗯 嗯 啊 有时候 前几年 我十二年前 就开始听了 嗯 是 我是说 嗯 有时候 我等来啊 等了你开始 我的睡觉 是一点半起来 哎 你是后患了 是是是 真 所以 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眼内 都是提神作业了 嗯 你还 你还说 给我听的朋友 说 是 8月16号 那个是有没有电台里面的 不是电台的这个这个这个活动 是 那怎么样听呗 呃 你可以留意当地的一些新闻吧 就报章新闻 可能 哦 是是 哦 Facebook有吗 有有有 会有 啊 我叫我朋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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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在 老月区 是 是 叫他 啊 你的Facebook怎么样呢 是是 你你你你 你你你进入张吉安 就找到我的名字 张吉安Facebook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哦 Wonderful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 I have released kiss of joy 了 OK 好 谢谢你哦 OK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 我是 庄瑞化了 庄瑞化 好 我会记住你 好 谢谢你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我看我今天不要接电话了 哈哈哈哈 不如这样子好吧 接下来由佳和来问我问题 我我现在现在我现在脑袋是很空的 哈哈哈 你 OK OK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华乐新当家这么多年来我发觉到蛮多视障的朋友在听 嗯对一些老人家有一些就像刚才那个老人家失眠 对市民的 对市民的 呃上几个星期有一些市长的朋友就跟我说嗯因为他们为什么特别渴望好像我们在做讲华乐我们在介绍音乐比如说我们在介绍一首作品 我们去赏西跟大家来讲解这首音乐的由来背景的时候对这些市民人是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有一些没有办法掌握文字因为他们看不到那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他们多么希望仿佛有一把声音可以牵连他们去了解一首作品 对对他不像我们很方便我们可以去网络上找资料了或者是买一张专辑可以看一下 专辑里面的文案对所以后来我发觉到有一些朋友说你很长期一首作品你会介绍很长很长因为我每一次在介绍很长很长的时候会继续说我脑汗里面都会想到蛮多的我们市民了我们也都希望有一双有一把声音就是特别在意他们会很仔细的去分享去讲解 因为他们黑暗的世界里面是看不见可是我们希望可以用声音去导引他们去了解一首音乐 对对他们来说是通过听觉来掌握世界而你描述的更详细他们会觉得收获更多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最珍惜的 对对我想问你是问吧尽量问吧 他们对他们对他们对这个节目的一些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忠实听众 你有没有一种心情就是说你继续想留下来 你干嘛你又不是我老板 我觉得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它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 诚如我刚才所说的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 我采集香音12年了然后当发现这些老人家不在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事迹通过文字通过那种报告的方式写成论文 那如果我继续在做广播的话我怕我会没有办法专心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放下这个区块 有得必有失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 对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如果大家那么渴望得到这方面的音乐 大家可以多一点去听音乐会 对吧 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在他们的一天的日程中 就是有台湾的你要先听哪一位 先听来自台湾的我们的好朋友 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之一 是台湾古琴演奏家陈文 他本来跟我说前几天他说他想买一张机票回来 后来他没有办法做到 我当下是真的愣了 他说他也希望参与节目的最后一期 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到来 在昨天他就特别用这个电话 What's up录了这一段不太清晰 不过大家可以依然听到他在有一番话想跟大家诉说 这些年来一些感受 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陈文台湾的古琴演奏家 华月新当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月工作者陈文 在1996年97年左右 当时的第五台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华夏之音 这个节目是由我担任撰稿人 那么节目的内容就是介绍华月 这个节目也就成为当时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介绍华月的节目了 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在两年左右之后这个节目停了 那么那时候第五台也变成了IFM 若干年后 吉安就开了华月新当家这个节目 而这个节目也成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当时唯一的一个介绍及传播华月的节目 而我很荣幸的成为这个节目开播的第一集的节目的受邀嘉宾之一 转眼之间 这个节目竟然已经播出了有12岁了 在这个风风雨雨不算短的岁月当中呢 有很多的鼓励 有很多的赞美 也有很多的批评和谩骂 但是这一些都没有打倒吉安的坚持 这也是我个人对吉安非常佩服的一点 在节目开播当开始 我们四个人本来约好 每一个月呢 会有一次到节目当中来介绍谈谈华月的方方面面 但是由于大家的时间的问题 逐渐变得我们没有办法四个人一起上 然后就变成每个人分别的上吉安的节目 之后我在2009年回到台湾工作 但是每一次再回吉隆坡的时候呢 我都会再上吉安的华月新当家的节目去聊聊天 每次上节目都像是和老朋友在聊天 而且聊得非常愉快 我和吉安之间我们从来没有稿子 也几乎从来没有确定一个主题 时间一到机器一开 我们就开始聊天 打开话夹子 我们就可以聊个不停 这两天忽然听到华月新当家要落幕了 借着这个在这个时段里头 我特别感谢吉安这么多年的坚持下来 带给大家许许多多的华月音乐与资讯 同时也在这里呢 隔着海洋 祝福吉安前途更开阔 生活更快乐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换个方式 继续聊华月 谢谢吉安 谢谢大家 好感性的一把声音 刚听过陈文 陈文姐今天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就是很多的关怀 我昨天到现在 基本上我没睡好 因为不是因为睡不着 是半夜都有很多的短信进来 所以我自己听的电话都爆了 这最后一个星期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 挽留你吧 我必须要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这一次的可能会 因为我前天刚告诉大家这一方面的消息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不想惊动大家 就是静悄悄的离去 因为也不能够不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12年来 我做了这个节目 做了那么久 然后也让大家接纳了它 所以我跟大家告别的时候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欣然的接受我的离去 而不是那种很悲痛的 大家可能 我希望大家笑着 就是微笑着 互送这个节目 能够吗 这个应该是很勇敢的羡慕吧 对对对 还有你好像也说不出话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准备唱歌了 我们要准备唱歌 我们说说这首音乐作品吧 对 我们待会会唱这首歌将会是现场版的 我们先准备一下 稍后在两分钟之后 马上回到节目中 跟大家来介绍 我们今天为大家 你看我今天脑袋天空白 真的非常抱歉 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广播人 好 原谅我 再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在华越新当家 跟大家诉说 我们心里面想说的话 他 家在城市 却无家可归 所以我们要在这种城市 为他找唯一的家 从2007年开始至今 全马唯一 让华越来当家的电台节目 即安要证明 华越也可以当家 IFM华越新当家 华越新当家 您好 我是即安 今天我们在直播室 现在顶着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将会以一个非常 呃 吕家河要怎么说 这个作品呢 是我们经过 不同的场所演出 在墓墓上 山上河 在巴生河 对 然后在寺庙 坡庙里面 在一些荒废的建筑物里面 今晚呢 是第一次在空中 对 现场 我们当年写这种作品 是在2010年 主要原因是因为 是一张叫做 乡音回家的专辑 当时我就把这个阿嬷采集到的这个乡音 就是基本上它是讲述潮州人在年30晚他们都会拜天地 那一般上广东人都会接财神 可是潮州人本身是不接财神他们都会拜天地 那拜天地都会口诀就是一拜什么二拜什么三拜什么 那当时我采集到的只是前面的大概四五段 后边的阿嬷已经忘记了 所以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够接后面的那四句 后来我就自行创作填上了那个词 当然也符合了为国家祈福的意愿 后来就交给了加和 他就普成了曲 我们就邀请到纽约的小提琴家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叫冯承辉 我们就唱了这首作品 就叫做 那个潮州话我不懂得讲 你用你的福州话说啊 福州话太久没有说了 最后一次在空中唱这首歌叫做 三十万拜天地 加和今天会吹冻枭 那我就演唱 不排除唱到一半我没有声音 今天已经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在说话了 好来我们这时候来聆听这首三十万拜天地 三十万拜天地 三十万拜天地 和今天就能唱到一半我没有声音 除了个一直音乐 一十万拜天地 Mac 凌晨看一半我没有声音 一拜天地 紅沁沁 一拜一過千尿心 三拜祖祖祥來報筆 四拜八母 五拜 三拜 五拜 三美 四拜 三拜 五90 二拜 有情 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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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梁次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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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比较想听到瑜伽和表演动宵 我觉得今天在广播室表演这一件事情 真的不是一件 我觉得我顶着那个很重很重的一个头顶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就是这首作品竟然可以找到空中 就是现场演出 我们今天在广播室不算是翻转 可是至少也 我觉得今天仿佛好像回到了一个节目的原点 就是我们希望在做节目的过程 不仅仅是在介绍音乐 有时候好像不同的艺术家的创作 他们的概念 比如说好像这首作品 当初你在创作的时候我教给你 你当时的概念是什么 我用很长时间来构思 因为你写的这一段文字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 然后作曲家就拿到一个很珍贵的文献 还有你创作再创作这样的一个相应 这样的一个可以说 我想破坏它 所以我用很长时间来构思怎样呈现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配合我对你的认识 你可以办到什么 然后我可以办到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产生 这个作品 你好喘啊对不对 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现场 对我来说虽然有瑕疵 今天我们两个都很紧张 这个紧张不是怕 是那种觉得今天特别慎重 因为觉得可能来到今天最后一次了 在空中可以广播介绍华约 我觉得无论如何今天在这个段落 我必须要把这首作品的原来的版本播给大家听 而且播出之前特别请祝这一位 现在在纽约 我们非常要好的一位小提琴家 叫冯承辉 他是目前买了下数一数二的小提琴家 他现在在纽约赚大钱 其实我刚才说是我过时很久以后 不知道如何下手 然后我一天时间来拆盘 对我们一天的时间来录音 因为这首歌不容易唱 我又不是唱加班 所以这一位冯承辉 他今天也没有办法过来 他在纽约 他特别在纽约录了这一段音 而且在前天录的当时他在凌晨的时候 他怎么录你懂吗 他坐在马桶上面录的这段录音 他说坐在马桶很感触很深 所以他接到我这消息就马上拿起电话 然后他一边做大事 一边做大事 一边就录下了这段录音 我们听完他的这段话之后 我们就让大家听一听 当年我跟冯承辉还有佳和 我们合作的这首 《三十明拜天地》 听到吉安要退出广播界了 还以为他又跟大家开了一个大玩笑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 都说他要退出 可是都没有退出到 所以这次我问他 你是不是在骗人 他说这次是真的 那么我觉得 说不好听一点 吉安推出广播界 12年来 有很多人希望不会发生 也有很多人非常期待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事情 毕竟在黄金时段播放一些非主流的东西 是一种非常非主流的做法 对于吉安的粉丝 大家不用太过失望 也不用太过相信 因为我以对吉安的了解 我相信吉安肯定会继续努力 在其他领域方面 把文化遗产传扬下去 我们一定会继续听到他的声音 看到他的声音 至于 讨厌吉安节目的人 谈骂吉安的人 你们不知道我们 在广播界 在电台这一方面 失去了什么东西 那么 我不希望你们会知道 不希望你们会了解 不过当然 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知道 有一天你们会了解 祝吉安 重城万里 继续进步 我是冯承辉 我是冯承辉 是冯承辉 是冯承辉 好 我愛你 一拜天地 昂清清 一拜這過 見了心 三拜祖祟來報 比四拜伯母 楊佑 五拜小人理心比 六拜講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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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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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 牛修 五 兩星 五 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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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今天能够把这首歌完整的状态播出来 好像已经全了这个节目 刚听过这是我跟佳和 还有跟纽约的一位马来西亚的小提琴佳和做的 《三十名拜天地》 这首歌大家可能单听那个歌词是非常吉利的 就是拜天地说的口诀 就是祈求平安啦吉祥 铺半部突然变得很国家 就是祈求国家好啦 祈求领袖要有良性啊之类的 好吧 最后一个段落 其实我们的瑜伽盒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我今天真的脑袋一片空白 我尤其接了那些电话之后 因为其实蛮多人在问一些 很关心我接下来的动向的问题 我想 我觉得今天不适合谈这件事情 反而我觉得今天好好跟大家 就是 我们度过最后的 剩下最后一个小时 对 上后一地 最后一个小时 对 我觉得是吉安 这个节目 电台节目不在啦 但是吉安还在 当然可能还会用其他的平台 其他的形式来呈现 你这十多年来的一些 走过的一些点点滴滴 我觉得继续跑下去吧 是是 我觉得这真的 老话一句天下无不散的言习 我觉得你们好厉害 你们的几通电话已经把我打败了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残酷的一点 就是当然因为毕竟 广播线上有来有去 这毕竟还是一个无常的现象 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执着 有时候我们发觉到一个广播人走了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电台 我也希望 IFM王后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我也祝福这家电台 希望他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希望会的 那我也希望可能在未来的日子 当我们看到有一场音乐会 我们有能力 我们买一张入场券去支持他们 我们看到一部很棒的剧场演出 我们去介绍身边的朋友 教大家一定要买票 进场 文化艺术工作者在马来西亚并不容易 因为我看了很多 我也感受很多 因为每一次访问这些艺术工作者之后 你深深的感受到 就是没有一份的坚持 是很难带下去的 可能我相对来说 我们可能比较幸运 我们有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去诉说一切 可能马来西亚有一些 角落的艺术工作者 他们默默的耕耘 他们甚至找不到平台 他们甚至也找不到人来支持他们 那如果你真的发现了这些人 真的有能力的话 觉得他们的作品值得支持 我们真的要去扶持他们一下 对 我们好多叹息 是 在空中演奏 我们后来也开发了 实验的音乐 比较跨界的创作 甚至是没有办法归类的华乐等等 这么多年来 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 你们的扶持 你们的聆听 甚至后来我发觉到我们办的活动 你们都到现场来支持 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有很多一些华乐工作者 他们都说 很多观众过来 听我们的演音乐会 都希望要听某一些曲子 然后被问起的时候 怎么能够认识这些曲子 我们听吉安的华乐新当家 认识这些曲子 大家知道 听琵琶 可能要听什么鼓曲 听鼓琴 要听什么鼓曲 我觉得当我听到这方面的回馈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成功了 至少 在认识音乐的这个区块 大家的耳朵被打开了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吉安的节目也介绍了 蛮多马来西亚不同作曲家的作品 让更多人认识 马来西亚一些优秀的作曲家 我觉得这一点 我又感谢你 好 最后就让你来做结尾吧 我觉得这个段落就让你来做结尾 那结尾之后我就播了一首 最后一次华乐新当家的开场 我会很慎重的播放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华乐新当家的开场 本身啊 就是结合了不同的音乐 里面有一首非常重要 就是阿炳的耳全音乐 吉安的十年来的演出 在舞台上 在电台上的演出 我觉得是一个勇满的结束 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我 现在我们录音棚里面 有一些是摄影家各方面的 我们最后给吉安一个掌声吧 谢谢 好 好 那稍后在下个小时 我都把你们轻走 接下来下个小时 是属于我跟听众之间的时间 你们不要在广播室 好 感谢大家 成就了华乐新当家 我们下个小时 还是有一个小时 陪伴大家最后一天的广播 感谢佳和 感谢今天我们的一些摄影家过来 为我们记录了最后一天的广播 好 送上一句话吧 总要有人在不合时宜的时代 做不合时宜的事情 我们做到了 从2007年开始至今 全马唯一 让华乐来当家的电台节目 吉安要证明 华乐也可以当家 IFM 华乐新当家 有一间跨越江界的 午夜电影地带 你叫什么名 我叫 Yasemin 我感谢 drew 我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